命你们打听的事情 可曾打听到了 承家娘子是去自驾货站 挑选生辰礼 豫昌郡主给承家亲眷 也留了帖子 谁问你承死娘子 我问的是肖世子 近日 他还有去田家酒楼吗 我们盯了肖世子几天 他一直与 何将军家女娘 何昭君在一起 董仓馆流放 许敬忠自强 这肖世子 若还想长久做军械生意 只能从其他处觅得军械 他若成了何将军的女婿 自然 就更方便拿到军械了 何将军忠勇 未必会与他同流合污 那雍王就是任人为亲的性子 难免他儿 也喜欢以己推人 揣夺何将军 那日 豫昌郡主送来的情帖还在吗 我们也去一趟汝阳王府 我早上了 不是 少主公 你不是说你不去吗 何将军与汝阳王有救 何昭君 一定会去汝阳王府 庆贺豫昌郡主的深沉 既然肖世子与他心影不离 自然也会前往 阿飞 伤好些了吗 不就是石军棍吗 上过呀 不得 好 那便再去领石军棍 为什么呀 扔掉重要情帖 还不知石军棍吗 找回情帖 此罪可免 走 他们家好大呀 似乎这身衣服选得好 我尝尝娘娘的容色气度 不适合那些石家工业 杨阳也不错 服务晚大气 那倒是 那再有人受不攻 也怪不得到四股头上了 娘娘 别到处乱跑 那是谁呀 这是把梳妆八宝盒 全转身上了吧 婉琪琪 她是万家第十 第十几个女娘来着 四兄 十 十三 十三 这万七夕明明是家中老妖 却总以为自己是 全都城最大的女人 走哪儿都为别人照耀起 你们又在非议谁呢 程座 车招勾 两位数目好 这二位 是少少少和泱泱妹妹吧 你们俩怎么穿得这般素 回头 我让人啊 给你们送几套漂亮的衣裳 四敬些好 显得人形容温婉线 是 来这种狼虎 要什么温婉可人 来 阿子啊 给你们装扮装扮 这感觉还缺点什么 你看看啊 走 看什么 走 瞎子 这不是你要送给 豫昌俊九的什么 没事 多的是 这个好 这就好多了 多仔细着点 好看 二位叔母 那我带两位妹妹去 快去吧 走吧 阿子啊带你们 见见世面去 我跟你们说 你们别怕 有我在呢 你当真确定 那晚破坏过行动之人 就是承家四娘子 是的 那晚若非他多事 郡主和林将军 早就成就都承家化了 郡主今日只管瞧着便是 我今日请他前来 便是要给郡主出这口恶气 走 我们坐哪儿 这么多好吃的 嗯 嗯 我 我在冠军 我唱着 著彈